周末了,女排姑娘们也放假,去看了什么电影呢? 目前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正在宁波北伦进行集训,这部周末了,女排姑娘们忙里偷闲,出来看电影了。 我很想知道,他们看了什么电影呢?难道是我不是药神? 今年是排球大年,有相当多的比赛等着中国女排,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比赛是,8月18日到9月2日,亚加达亚运会。 9月29日到10月20日,女排世界锦标赛。 期间还有瑞士女排精英赛,亚洲杯,这两项比赛应该不会派出一队。 今年的重中之重肯定是世界女排锦标赛了,目前中国也是很想要这个冠军, 毕竟郎平执教以来独缺世锦赛,对于朱婷也缺个世锦赛MVP。 所以女排姑娘们都努力训练,能看个电影也实属不易,希望女排姑娘们保持好心态,在各项大赛中取得好成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析 分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